气候风险与财务披露是当今全球经济环境中不可忽视的话题 随着气候变化的影响日益显着 企业和投资者面临着更高的风险 这促使我们重新审视公司在气候相关问题上的透明度 气候风险不仅涉及物理风险 例如极端天气事件 还包括法律、市场和生育风险 因此,对于企业来说 合理披露这些风险是确保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步骤 企业在气候风险的财务披露终须遵循一系列指导框架 以保证信息的完整性和一致性 国际上,气候相关财务披露工作组TCFD 提出了四个主要领域的披露建议、治理、战略、风险管理以及指标和目标 这些领域帮助企业系统化的识别 评估和披露气候相关的财务风险 从而提高投资者和利益相关者的信任度 企业通过合理的框架 不仅可以展示他们对于未来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 还能增强市场竞争力 除了遵循TCFD的框架 企业还应积极采纳气候情景分析 这种方法可以帮助企业评估不同气候情景下的潜在影响 并了解在不同情况下其业务的韧性 这种前瞻性的方法不仅提升了财务管理的有效性 也为企业制定长期战略提供了数据支持 例如 许多大型企业已经开始在其财务报告中加入气候相关的情景分析结果 以便更好地向投资者传达其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气候风险的财务披露不仅是对监管要求的响应 更是企业社会责任的一部分 透明的信息可以使投资者和消费者更好地了解公司在环境可持续性方面的承诺 当公司主动披露气候风险信息时 他们不仅能够吸引负责任的投资者 还能够提升品牌形象和信任度 在这一背景下 企业不仅关注自己的财务表现 更关注其经营活动对环境的影响 总之 气候风险与财务披露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密 企业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过程中 透明的财务信息显得尤为重要 随着全球对可持续发展的重视 未来我们将看到更多企业加入到这一转型的队伍中 通过提升披露标准来应对气候风险 推动可持续经济的实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